大家好,我是阿尔嘉 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 有一个伊利亚学派 是由巴门尼德斯所开创 他认为感官所见的万物 充满变化,一点都不可靠 主张所有的变动都是幻觉 存在,是一个整体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学生 芝诺 可以说是伊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知道老师的观点被人嘲笑 世界上明明有变动 有多样性不是吗 怎么会有人主张变动是幻觉呢 于是提出了几个 变动是幻觉的悖论 其中最有名的是 阿基里斯跑不赢乌龟 和飞舰不动 艾尔嘉在哲学教室第13集 有讨论过飞毛腿跑不赢乌龟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参考一下 芝诺曾经用语言来比喻知识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问芝诺 老师你的知识是我的好几倍 你的回答也十分正确 但是为什么你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 身为解学家 回答肯定和一般老师不太一样 那芝诺怎么回答呢 芝诺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 然后跟学生说 大圆是我的知识 小圆是你的知识 这两个圆的外面是你和我无知的部分 大圆的圆周比小圆长 所以我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 这便是我为何经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这个比喻确实很生动 也展现了老师幽默的智慧 知识比较多的人 画一个圆比别人大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重点在后面 因为我的圆比你大 所以我知道自己无知 你的圆比我小 反而不知道自己无知 一方面展示了自己的谦虚 另一方面也暗酸别人 半桶水响叮当 圆周带来的启发是 一个人知识越多 接触问题越多 就会觉得值得思考与进步的地方越多 又会觉得自己很编乏 很无知 一个人知识越少 发现问题与思考问题的能力就越低 就越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这其实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说的达克效应 意思就是 能力差的人经常会有一种认知偏差 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 于是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 半桶水响叮当 那一桶水自然摇不响了 所谓大智若鱼 大勇若雀 大乔却 大乔若卓 指的都是一种境界 这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教学家 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句话自然不能用单纯的逻辑和字迁来理解 而是一种用怀疑精神追求真理的大智慧 埃尔嘉学习围棋的过程 也感受过这种达克效应 当年还是九集的时候 书籍总是很不甘心 也不会从失败中学会教训 引起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不赖 看职业骑士的棋谱 常会觉得追账不晓得什么意思 但是好像很厉害 先学起来再说 等到自己上了段 才发现自己过去下了好多臭棋 书籍时你会懂得反省检讨 哪里下得不好 看职业骑士的棋谱 常会有一种真是太神奇了 太厉害了那种感觉 只有自己先变强 才会更明白别人有多强 埃尔嘉上钢琴课时 也经常跟学生说 当你开始觉得自己变笨的时候 就是开始真正进步的时候 发现自己无知 正是有知的表现 骄傲自大往往来自于自己的无知 下次当你半桶水 想叮当的时候 如果你能想起 知诺的智慧 想起达克效应 或者想起 埃尔嘉哲学教室 也算是一种特别的原本 好 那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你 哲学是我的左脑 音乐是我的右脑 我是埃尔嘉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